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早主持特别会议 协同各部长寻求防疫两侧 马六甲踩沙船和游轮相撞 造成船体破损 索性无人伤亡 特朗普到军事医疗中心 医治新冠肺炎 还在推特报平安 民众嘲讽风水轮流转 我国昨天新增287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最高记录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早亲自主持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 商讨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的有效对策 慕尤丁今早9点15分在首相署召开这场特别会议 预讳者的政府高官就包括国防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以及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在内的四名高级部长和相关部长 另外还有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以及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等相关机构代表 截至截稿时间 首相署还没有传来最新消息 马六甲丹容博鲁斯港口发生船只相撞事故 一艘踩沙船在前往踩沙位置时 来不及停下来 结果撞上一艘抛锚停泊的游轮 使得游轮船体严重破损 但索性两边船员无人伤亡 这起意外发生在昨天早上十一点三十八分 海事局昨晚发文告指出 这艘踩沙船来自戈达拉沙马那河堤区 出发前往马六甲港口界线外的踩沙位置时 在丹容博鲁斯码头西南方向二点四海里处 撞上停泊的游船 不过这起意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游污外泄 进而使得环境污染 海事局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相撞噪音 同时监督船只航行 保障海洋环境不受污染 首都一名中年男子偷窃成性 经常锁定佛像和祭祀用品下手 如今束手就擒 警方在嫌犯住家发现 藏有八十二尊大小不一的佛像 延扣男子四天驻查案件 直到下星期一 交来警师主任穆罕默莫森发文告指出 当局前天接获沙勒序 新村寺庙里士的投报 声称庙里一尊佛像失窃 损失大约三千令吉 执法大军当天晚上 在旺沙马珠而迈路 逮捕一名四十四岁的技工 初步调查发现 落网者家中藏有多尊佛像和祭祀用品 而且也拥有和毒品相关以及刑事案底 当局还在调查 男子的干案动机以及其他损失佛像的地点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三百八十 进入屋内刑切条文彻查全案 许兰尔巴达林在野警方昨天破获一个提供网络赌博 游戏软件的电脑公司 该公司供应超过五百个赌博软件给泰国的赌博集团 并通过该国的七家银行进行投注活动 这家电脑公司位于林市出家 进入某办公大楼 警方在昨天傍晚六点三十分 展开的突击行动中 共逮捕三十七名华裔男女 包括四十岁的电脑公司冬主 以及两名男女经理 被捕男女都是电脑专才 略薪从两千五百令吉起跳 工作任务是为泰国的赌博集团 提供各类网络赌博游戏软件 以及进行技术支援 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所有竞选行程被迫寒卡 暂时搬到马里兰州的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助医持续处理公务 特朗普随后还在社交媒体报平安 不过对于总统染病的消息 民众普遍不感到惊讶 反倒是认为这是风水轮流转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 选情不太乐观的总统特朗普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所有竞选活动被迫喊停 他星期五乘坐直升机 前往沃尔特里的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就医 离开前向媒体挥手示意 并没有回应任何问题 白宫随后强调 总统暂时移居到马里兰州的军事医疗中心 住上几天 接受治疗的同时 也会持续处理公务 特朗普抵达医疗中心后 透过推特发布视频报平安 尽管特朗普宣称没大碍 不过纽纽约传染病专家格里芬认为 特朗普现年74岁 外加肥胖问题属于高危群体 有两成的可能变成重症患者 白宫发言人麦肯奈尼则是强调 总统只有轻微症状 而且一整天都在工作 精神状态良好 按照原定计划 特朗普原本打算周末到威斯康辛州的拉克罗斯扫街败票 如今传出软病的消息 当地民众反倒松了一口气 对于总统感染新冠病毒 丝毫不感到意外 特朗普宣布确诊前 先是幕僚希克斯正式软病 不禁让外界担忧 白宫内还有更多高层同样感染新冠病毒 不过副总统彭斯 财政部长母亲和国务卿蓬佩奥的检测报告 先后出炉 结果成阴性反应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定染疫后 几天前才和特朗普同台 展开激烈纯舌战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两次病毒筛检结果 证实都成阴性反应 确认没有染疫 他之后按照原定计划 到米歇根州初级活动时抛开成见 预祝特朗普抗力早日康复 也促请人们引以为鉴 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认真看待新冠病毒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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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ending my prayers for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first lady and presid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y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politics It's a bracing reminder to all of us That we have to take this virus seriously It's not going away automatically We have to do our part to be responsible It means following the science Listening to the experts Washing our hands Social distancing It means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It means encouraging others to do so as well 根据拜登的推文 他的妻子吉尔病毒检测结果 同样呈阴性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至于拜登的副手贺锦丽的筛检结果 同样也呈阴性 拜登9月29号和特朗普同台 转开总统候选人第一场辩论 在大约90分钟的过程中 两人虽然没有握手 也没有近距离接触 但拜登的身体状况 备受各界关注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缴税 不只提高缴纳效率 而且也不需要携带任何文件 除了安全便利还能防盗 稍后回来有详细报道 欢迎回来 新冠疫情打乱了世人的脚步 位于法国南部城市 纳伯纳 被评为世界上最大的 自住餐厅之一的 著名餐厅 在关闭了半年后 正式重新开业 防疫新常态 自住餐厅 要在采取防疫措施 和遵守肢体安全距离下 开业可不容易 需要招揽更多的人寿 投入百万开业预算 让时刻安心用餐 对于自住餐厅采取的防疫措施 一些顾客深感放心 不过也有人认为 要限制小孩不随意 在餐厅走动 这恐怕不太容易 这家建立于1989年 由著名警官师打造的餐厅 被誉为是法国最优雅的 自住餐厅 餐厅业者希望和美食爱好者 分享各种法国美食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 生活在南极州南极基地的 科学家和士兵 由于地理关系与世隔绝 这也让他们幸运地 躲过了新冠病毒的威胁 然而随着11月份 南半球夏季的到来 为了降低病毒 被带到南极的风险 阿根廷政府计划 将原本2000人的派遣人数 降低到400个人 阿根廷在南极州的13个基地当中 大约有400人居住 其中6个属永久性 其余的仅在夏季才会使用 尽管南极基地有医生和呼吸机 却没有新冠病毒的测试资源 为了最小化南极州接触 新冠病毒的风险 所有在夏季将前往南极州的人员 都必须在隔离期前后 接受病毒检测 一旦出现感染迹象 也将被疏散隔离 新冠疫情重创航空业 航班一旦重启机场的病毒检测 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 犬支服务部门 从星期五开始 对服务犬进行培训 希望通过狗狗敏锐的嗅觉 能够识别新冠病毒感染者 受医透过新冠病毒 患者的唾液和汗液样本 对杀莱卡树探犬进行嗅觉训练 这些被训练的狗狗 从九月二十二号开始 被安排在赫尔辛基机场执勤 对乘客进行测试 乘客必须将一块纱布 缠在脖子上 再将它放入容器中 让狗狗闻 一旦结果是肯定的 有关乘客就被安排 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无论如何 科学家目前还无法证实 狗狗能够通过气味 来识别新冠病毒患者 人脸识别技术 广泛应用在智能手机 金融 医学等各个领域 在中国广州 深圳 一些税务部门 安装了人脸识别税务支付系统 要缴税根本不需要携带 任何卡核文件 只需要本人亲自到税务部门 不只将缴税的效率 提高一半以上 还可以防止用户个人信息被盗用 以前的时候如果忘带卡了 就很麻烦 现在只要人过来了 手机和银行卡都不用带 而且刷脸缴税也是需要输入密码的 这一点让我觉得还是挺安全的 它是相当于运用了 活体检测和人脸识别技术 同时加密码输入 所以其安全性和保密性 高于传统的银行卡 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倒刷的现象 用户必须先在税务服务 应用程序上登记 绑地银行卡和账户 然后到税务部门拍照 增设付款密码 便可轻松支付税款 目前深圳当局正在努力 将人脸识别系统 扩展到其他税收服务领域 提升税收现代化的管理能力 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便利 音乐 曾经一度浑身是病的狗狗 摇身一变 登上美国许上杂志人物读者 票选2020年世界上最可爱的助援犬 欢迎回来 经过美国时尚杂志人物 上万名读者两个星期的投票 一只全身毛茸茸的白色小狗 羊牌熔登榜首被选为2020年世界上最可爱的助援犬 这只健康活泼的狗狗曾经一度浑身是病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位主人 将她从死亡边缘住出来 当 I adopted her she had to have all of her teeth removed from them being rotten she had polyps forming they call it cauliflower ear from untreated ear infections so she is deaf as well and then she had a skin condition and then mammary tumors that had to be removed so all of that and I was lucky because the Washington County Humane Society they used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medical fund to take care of her and give her the surgery she needed before she came to my home 羊牌的主人舒伯特表示 他在2014年通过人道协会 从一家幼犬中心住出了羊牌 当时她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信任人类 因此她在饲养羊牌的期间 不但培养了耐心 更学会活在当下 如今登上杂志封面的羊牌 接获大批民众的捐款 也拥有了专属的Instagram账号 中国上海野生动物园为三只大熊猫 举办生日派对 吸引大批访客 为这几只憨太可居的熊猫 庆生祝福 今年迎来三岁生日的雪宝和千金 性格大不大不相同 倒带拐千金非常爱闹 一出场就破坏生日布置 而雪宝则是悠闲享受生日大餐 形成截然不同的庆生画风 正处于压成体时期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青少年时期 目前的话它是非常活跃的 特别喜欢玩耍 喜欢一起互动 熊猫它的样子很可爱 我想祝它生日快乐 快乐成长 雪宝和千金分别在2017年10月4号和10号出生 体重超过90公斤 非常健康 大哥雪宝 慵然淡定地享受生日大餐 和妹妹导弹破坏的性格相比 显得稳重许多 至于第三名庆生的主角 是大熊猫家家去年诞下的雄性宝宝 今天原方正式为宝宝起名为叫做康康 期望宝宝能健康成长快乐生活 秘鲁是世界第二大可可生产国 共有90%的可可产品用于出口 因此10月1号被该国农业部列为可可和巧克力日 配合这个节日 立马是在星期五联合秘鲁各地的可可商家 巧克力商家以及农民举办了巧克力博览会 通过博览会 人们可以购买到领养满目的可可相关产品 包括可可糊 可可粉 以及不同口味的巧克力产品 由于疫情肆虐 出席博览会的人都必须遵守标准防疫措施 包括戴上口罩 当地可可产业也因为疫情深受打击 主办当局希望通过这次的博览会 能够促进秘鲁的巧克力消费 进而帮助生产商度过难关 来到10月最令人期待的节日 就是万圣节了 全球受疫情冲击 影响了许多国家的万圣节庆典 不过新常态下自然也有新的玩法 美国洛杉矶一个以抓鬼赶死 对和女巫野疯狂等电影 为场景主题的万圣节之路 让你开车展开一趟惊悚之旅 度过不一样的万圣节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湘玲 感谢收看再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